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先入场的是地基工人 完成地基就到建一间屋的框架了 还要安装门窗 铺屋顶 这间还安装了太阳能板 将来给家的热水炉用 最后砌砖砖墙和做室内装修 这样一间很多香港人的Dream House就大功告成了 可以交时给业主 虽然建一间新屋的工序繁复 要成二百多个工人去参与 但一般只需要四至六个月就可以建好 价钱大约九百多港元一呎 建一间二千呎的独立屋 都只是成为一百八十多万港元 连一幅大约一百八十万架四五千呎地皮 都是三百六十万左右 难怪有六到七成的澳洲业主 都会选买地建屋组合 海外人士都可以购买这些永久业团私人地皮 以及一世拥有 与当地居民的业团一模一样 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不喜欢的东西 可以拆掉它再重建 是没有保护地价和基本上没有予产税 所以对一些亚洲人都很吸引 上集带大家看了在墨尼本怎么买地建屋 今集带大家登堂入室 参观一间已经完成装修的独立屋 这间屋占地四千呎 单是室内面积都有二千多呎 还包含个可以拍两架车的车房 室内装修就以简结为主 客厅有落地大窗 天然采光度十足 放一张L型的大沙发之后 仍然觉得空间阔落 后面放一张大餐桌 请一大班朋友回来开party都不成问题 这间屋采用开放式厨房 有了一张吧桌 是喜欢入厨的人梦寐以求的设计 发展商还送牢具和抽油烟机 香港现在买楼有个厅已经叫做不错 但是这间屋不单止有个大厅 还有一个偏厅 在正拉大门口旁边 遇上有朋友过来按门钟找谁吹 请他进来坐一坐 真是够方便了 再给大家看主人房 我最喜欢的是房里面有衣帽 这间屋总共有四间房 业主如果有几个小朋友都不怕不够空间 打开大厅的玻璃门 就可以走出佔地八百多尺的后院 后院这块草地仔 其实可以给你发挥创意 变成无限可能 有些居民拿来改造成一个球场仔 也可以变成泳池或者烧烤区 不喜欢的话 拿来种下菜、种下三果 自己吃都可以 这间屋的建筑 连装收费用 大约一百八十多万港元 围起每尺大约九百多元 连地价售价大约三百六十万 发展商再三强调 刚才我们看到这间屋里里外外 都是交楼标准 业主不用再扔钱装修 这间屋也有十年的结构保佣 有很多工作 帮你家到这个平均 我们使用到250 货币人家 3,500坡 和8,000手机 我们有改造建设计 建设计的建设计 组ن門 teenager 午安 店长 guides newly建设计 设计 在 lot 二百三百万 我们也想 theme 控制 件 他的 patient 简单 Now 裡 困 结 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